在中国我最喜欢的一个服务应该是外卖 不管什么时候你饿了 在哪里你都可以找到你最想吃的东西 一打开手机你随便挑随便选 今天呢我要自己当一个外卖的人 去感受这种外卖生活 这是我们的帅哥 你好 你好 你做外卖做了多少时间 我是新入职的 新入职 对 你每天都已经干了多少时间 不要紧张 我为送餐讲究的就是一个十小鲜 就是能让客人吃到一个热乎的餐 好 好了 艾克开始工作了 我会骑电动车就得跑 我会骑电动车就得跑 得到了 好 现在我要起餐了 得到了 如果比如说我迟到了 为什么要 迟到了的话会 你比如说这一单的话 你的奖金是八块 如果你迟到了延时的 你就变成两块 白了 今天估计要罚款了 估计来不及 好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指定的地方 现在我要把餐送过去 我还是十分钟 算到了 嘿嘿 不用 要收拾 不用 不用收拾 小飞也没有吗 对 对 我是盐冲 我的零点告诉我 我往这个方向走 你好 你的餐 谢谢 你见过给过他之后吗 你说用餐一块 用餐一块 好 如果他有笑脸的话 啥了 态度不错 可以说给个好评 这个好评最后有这个啥 给你打等级 你知道吧 给你打分的 公司要考核你 这收益大概不是多少 我刚开始这几天 平均一天就是二十单 二十单 嗯 哦 那就是你们的收入是按照单算的 是吗 对对对 一单是八块钱 好了 我第一单完成了 下面我们开始我的第二单 今天艾卡微信签 喂 你好 这是外卖 请问你是哪个房间 我可以1605 1605 好 好的 好的 谢谢 我是金金你的外卖颜 我叫艾卡 哪先生 谢谢 我又没有说话 又没有说出来 好伤心 好了 下一站看我的 我会逼着他们说话 没有信仰 咳咳咳咳 其实在我第一次对外卖员的印象就是他们应该是很酷 骑着电动车 但是我知道 可能一天到晚做可能会不是特别那么有趣 也许我们有时候就是与人交流什么 多一句谢谢 或是多一个微笑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天 谢谢 这点 hijo 你们可以 ADD